我享受观察生活中的小细节 然后加以想象的过程 我们每一天都想象我们的将来会是怎样 但事实是生活中往往存在着 很多我们预计不到的限制和变化 令我们对未来停留在一个想象的阶段 但如果没有被这一刻规限呢 用记忆留住当下美好一刻 但更重要的是用想象开创未来 因为我们的未来仍然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性 要观察、去留意 就是因为每件事物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 也都代表了不同的可能性 我享受画画中想象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我可以从每天的一点一滴 勾画出生命中意想不到的未来 我相信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只要我们愿意去想象、去寻找、去行动 只要用心去看 见到的一定更大更远 为未来寻找、为未来行动 实践下一刻的可能 中国太平 就想去留意 许多长 存在我们的未来 许多长 长 长 长